在公元前195年 也就是汉高帝12年4月中旬 当时已经62岁的刘邦 躺在床上等待死神的到来 此时朝廷内外 皇宫内外气氛很不正常 皇宫外的众臣们知道 皇帝命不久矣 但无计可施 经常在刘邦病榻前伺候的吕后 不知夫君到底还有什么打算 也是忐忑不安 一天晚上 他走进刘邦 试探地询问还有什么疑言 刘邦不回答 他只好以政治家的身份追问道 您走后 丞相萧和也死了 谁还能承担百官之主的重任呢 丞相一直在秦时 就已经成为百官之首 是名副其实的政府首脑 而皇帝只不过是皇族的首脑 一个皇帝如果不是昏庸透顶 那他对丞相一直 应该有着清醒的认识 丞相为皇帝服务 但却直接管理百官 也就是政府 如果说 皇帝是一个国家的代言人 那么 丞相就是让这个国家运转起来的指挥人 所以 一向有政治头脑的吕后开门见山 直接把最关键的问题挑了出来 刘邦虽然已将死 但大脑仍很清醒 于是 他继第一道遗嘱摆马之盟后 说出了第二道遗嘱 他回答吕后 曹参 吕后又问 那么之后呢 刘邦道 王陵 但随即又补充道 王陵这个人有些淤于刚直 可以让陈平帮他 陈平智慧有余 但是难以独当重任 所以 一定要用周伯来帮他 而周伯可以做太位 也许外人会认为周伯缺少文才 但是客观地说 将来安定流逝天下的 一定是周伯 吕后心里有些不高兴 尤其是最后一句话 什么叫安定流逝天下 他又问道 这些人都死掉后 谁还能代替他们呢 刘邦高深莫测地回道 那就不是你能知道的事了 刘邦心想 你也活不到那个时候了 操那么多心干什么 在同年4月25日 刘邦死在了常乐宫 正值家吕后密不发丧 他把理由说给姓陈沈一基听 朝廷大臣当年都与皇帝平起平坐 北面称臣就样样不乐 现在要让他们在我儿流营面前俯首称臣 心中定然更是不服 若不同统将他们诛杀灭族 天下恐难安定 沈一基没说好也没说不好 但屈州侯丽商听说这件事后就大叫不好 他告诫沈一基说 太后要杀人绝对不好 陈平 冠英在行仰有大军十万 樊快 周伯在焉 带有大军二十万 若闻诸将遭诛 必定联兵回宫关中 到时候 大臣内叛 诸侯外返 高祖基业就焉消云散了 沈一基听罢 历史感到事态异常严重 不敢有丝毫耽误 急忙进宫去找吕后汇报 吕后不愧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 他能分清事情的轻重 从而改变了初衷 于是他按照刘邦的遗嘱 在萧和死后任命曹参为相 之后又陆续任命王陵为右丞相 陈平为左丞相 周伯为太位 现在 让我们来看一看 刘邦遗嘱中所提到的几位 可以重用的大臣 以及他们的排名顺序 曹参 王陵 陈平 周伯 曹参是刘邦坚定的追随者 在对秦军 项羽及叛军的无数次战斗中 他立下了汉马功劳 但这并非是他被刘邦看好的因素 刘邦之所以看好他 是因为此人好黄老之学 并懂得进退周旋之道 果然 曹参接任相国后 无为而至 消归曹随 表面上来看 这是黄老之学和当时的汉朝政局所要求的 深一层来讲 他不能搅动吕后掌管的汉政权 因为当时的刑事是 吕后随时都会掀起一场宫廷政变 曹参之后的王陵 治国能力并不强 但此人宁肯掉脑袋 也不会放弃原则 使得吕后往往在一些 为自己家族争取利益的情况下 碰软钉子 吕后在这种情况下去询问陈平 陈平是个诡计多端 饱身有数的家伙 他满口答应吕氏的一切意见 而背地里却跟周伯联系紧密 这正是刘邦的英明之处 陈平虽然足智多谋 但他没有军权 而太尉周伯正弥补了这一缺陷 吕后去世前 吕氏的势力已经达到顶峰 作为丞相的陈平和 作为太尉的周伯 几乎被排挤得无事可干 可当吕后一死 在诸吕玉作乱之时 陈平立即跳了出来 因为身安保身之术的他知道 一旦吕氏得了天下 他陈平就只能等死 所以他立即联合掌握 帝国军队的太尉周伯 和刘氏宗氏成员 迅雷不及掩耳地诛灭了朱吕 刘邦说安定刘氏天下的 必是周伯 果然严重 但是 仅凭这道对人事安排的遗嘱 刘邦就有那么大的自信 保住刘氏天下吗 刘邦对吕后的了解 恐怕要远比我们深刻得多 吕后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女政治家 难道仅凭这张人事安排的网 刘邦就自信满满能罩住他吗 稍有常识的人通过刘邦立的人事安排遗嘱 都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刘邦把遗嘱交付给吕后 本不是一件明智的事情 和秦始皇交托给赵高的遗嘱一样 这也是一个信息的单向传递 在汉初政局不稳的形势下 发生问题的概率非常之大 尤其是当太子刘邦是个懦弱怕事之人的情况下 确切地说 太子刘邦会成为懦弱者 完全拜刘邦所赐 刘邦在童年时 曾受到过两次很严重的惊吓 第一次是项羽的军队 对刘邦的家乡进行大扫荡 掳走了刘邦的祖父和母亲 当时 小刘邦不过五岁 因为个子小而藏在草丛里幸免于难 但惊吓是肯定有的 第二次更是可怕 他跟着刘邦躲避项羽的追杀 而刘邦嫌车上载重太多 影响逃命 于是按照胖瘦的次序 将刘邦姐弟从车上踹下去 那可是亲爹啊 亲爹把自己从车上踹下来 送给了前来追赶的仇人 任何人都不能接受这种连衰代下 从此以后 刘邦有一种很宝贵的性格 那就是懦弱怕事 一遇事就如惊弓之鸟 正因为太子刘邦性格上的弱点 刘邦在太子仪式上 曾想过动大手术 拿下刘邦 立他最宠爱的妻夫人的儿子 赵王如意为太子 但是 在刘邦母亲吕后合众大臣的反对下 他最终没能成功 在刘邦看来 因为要被废掉的是 吕后的亲生儿子 在母依子贵的传统下 吕后的反对于情与理 可怜大臣们也反对他 刘邦就觉得非常郁闷了 虽然大臣们给出的理由是 废处太子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 但刘邦觉得这种理由并不充分 吕后当然有控制流营的想法 而那些大臣们也未尝不是这么想的 当时的情况是 能够危及流营执政的势力 一个是以吕智为代表 包括吕泽 吕产 吕陆书职在内 我们称其为后党 另一个是以萧和为代表 包括曹参 周伯 冠英在内 我们称其为向党 双方都与刘邦至亲至密 刘邦实在不能将他们明目张胆地干掉 但刘邦有他自己的一套办法 这种办法也只有流氓 才可以想得出来 在遏制向党上 刘邦为刘盈培育了一位刚毅坚忍的母后 而且母后的身边 还有一群能争善战的后党 在后党的遏制下 由于萧和雨一颇风 威望又高 刘邦就逼其脏污自保 给他戴上与民争利的帽子 使他得不到百姓的拥护 同时 他又把吕后的妹妹嫁给了大将凡快 让萧和不能指挥 在经过一番动作后 刘邦的预想达成了 这就是高明的牵制艺术 首先 两股势力互相牵制 互相制衡 谁也不能奈何谁 谁也不能消灭谁 向党的人如果有非分之想 就要必须考虑吕后 而吕家 如果有人存在非分之想 那必须要看看 丞相是什么态度 这也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在汉朝时期 丞相未知的重要性 所以 只要吕氏肯按照刘邦的意思 来认命丞相 那么 汉帝国就会按照这些丞相的意思 向前走 但是 刘邦的这种牵制艺术 之所以能得逞 是因为他在上 这一道保险前 早已经上了另外一道保险 这道保险就是第一道遗嘱 白马之盟 诸灭异姓诸侯 在史记吕太后本记中记载 非刘氏而亡 天下共击之 总之 刘邦所立的遗嘱 可谓环环相扣 百命无一书 两道遗嘱 不但是汉出政局的直接反应 也是汉朝后来发展的指示灯 人事安排的遗嘱 使汉朝刘氏江山得以稳固 而白马之盟 更是让刘姓江山延续了长达数百年之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